说起韩国《丧尸电影》 《腐山形》绝对是吊打一切的存在 而它的续作《腐山形》《半岛》 直到四年以后才上映 但口碑却远远比不上第一部 我只能说是期望太高 虽然是《腐山形》系列的第二部 可除了《丧尸的设定保留》以外 剧情却跟第一部毫无关联 如果只把它当作一部独立电影来看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喜欢《丧尸电影》的小伙伴绝对不要错误 故事发生在《丧尸病毒》爆发的不久之后 幸存下来的人类已经寥寥无几 整个朝鲜半岛几乎都已经沦陷 就连最后的幸存者聚集地府山 被丧失攻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幸存者们纷纷逃往码头 坐上了开往日本的最后一艘轮船 但由于时间紧迫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离开 而阿伟作为一名军员 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带着姐夫阿强和姐姐一家人前往码头 也顺利登上了这艘轮船 可轮船开出去没多久 阿伟就得知目的地被改到了香港 于是便找到上级了解情况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 船上已经混进了一名感染者 在满是幸存者的船舱里 他突然发生变异 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所有人 船舱里顿时混乱不堪 等到阿伟返回时 这里早已变成了人间恋语 更不幸的是 他的外甥也被感染 眼看被咬的人纷纷开始变异 阿伟只好拉着姐姐离开 但他不愿意抛弃自己的腕子 然而就在这时 几只丧尸突然扑向阿伟 他赶紧开枪进行反击 可打倒几只丧尸回头看去时 姐姐已经被丧尸包围 阿伟和阿强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尸群淹没 最终轮船顺利来到香港 两人虽然得以幸存 但却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因为病毒的原因 他们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 就这样过了四年 直到这一天 当地的一个黑帮找到他们 要他们返回韩国釜山 去找到一辆装有2000万美金的卡车 只要能活着把卡车带回来 每人就会拿到250万美金 显然这个任务九死一生 但一想到在这里犹如过街老鼠 两人最终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跟他们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韩国人 于是一行四人在黑帮成员的带领下 再次踏上了返回韩国的道路 当轮船来到码头附近后 赶死小队便划着小船朝城市赶去 经过四年的病毒清洗 整个城市已然变成一片废墟 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看过第一步的人都知道 这些丧尸虽然嗜血成性 但是也有一个弱点 到了晚上就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他们特意选择在夜间行动 不过即便如此 也要特别小心谨慎 因为丧尸对声音和光线很敏感 很快通过黑帮提供的位置 他们顺利在附近找到了那辆卡车 果然跟那个老大说的一样 里面装满了几十袋现金 这下发财了 现在只要将卡车开回码头 任务就算顺利完成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已经干枯的司机还坐在驾驶位上 但他们并不知道司机在生前 是被丧尸袭击的 就在阿强准备将尸体挪开时 司机突然睁开眼睛袭击了他 在挣扎的过程中 阿强的手臂还不小心碰到了 方向盘上的喇叭 巨大的喇叭声瞬间响彻半个城市 虽然阿强及时挣脱束缚 在阿伟的帮助下解决了丧尸 但刚刚的声音足以引来其他丧尸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 黑暗的隧道里突然涌出大量丧尸 阿伟一边叫其他人赶紧离开 一边开枪进行掩护 然而丧尸却源源不断 阿伟灵机一动 果断将枪口对准一旁的汽车 利用汽车的报警器 成功把丧尸引开 然后趁机坐上卡车一起离开了现场 危机解除后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已经开始幻想这么多钱该怎么花 可还没高兴太久 意外却再一次发生 在返回港口的途中 他们突然遭到了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 突然出现的照明弹 让几人不敢贸然前进 可随着周围被点亮 附近的丧尸都被吸引过来 阿伟顿感不妙 赶紧叫前面的车子开溜 但没想到丧尸的数量太多 而前方的路也被他们堵死 两辆车来不及 刹车直接撞上去 阿伟被强大的惯性甩出车外 等到他回过神来 发现女队友已经死于车祸 而另外一名队友 也被追上来的丧尸活活咬死 只有阿强侥幸躲进了车厢里 看着袭来的丧尸 阿伟赶紧捡起地上的M16进行反击 可毕竟双拳难敌无数之手 M16的子弹很快打光 眼看更多的丧尸即将冲破障碍 阿伟只能转身逃跑 结果又发现身后也有丧尸 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之时 一辆汽车突然出现 女孩将阿伟救下来后 便开着车子上演了一番末日之下的速度与激情 凭借着神乎奇迹的车技和对地形的属性 狮群很快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当他们来到一个地下通道时 后座的阿伟已经被秀的头皮发麻 直接晕了过去 小女孩拿出夜视仪一看 发现前方聚集了不少丧尸 接下来就轮到副驾驶的妹妹表演了 只见她拿出一辆遥控车 操控着驶向狮群 丧尸纷纷被光亮吸引 等到大部分丧尸被引开后 女孩便驾驶着车子强行闯过去 就这样在天亮之前 他们成功回到了居住的地方 这里一共住着四个人 除了姐妹俩以外 还有他们的母亲阿珍 和一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爷爷 喜欢整天拿着无线电呼叫救援 阿伟看到女人的第一眼 就立马想到曾经和她有过一面之缘 原来四年前阿伟带着姐姐一家人赶往码头时 在半路遇见他们一家人求救 不过当时情况紧急 她并没有选择帮忙 只是没想到这家人还活着 并且还阴差阳错地救了自己 显然阿珍并没有认出阿伟 她立刻举枪询问阿伟的身份 而阿伟也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事情 得知她是从外界来的 阿珍倍感惊讶 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到此 竟然仅仅只是为了钱 从阿珍的口中 阿伟也了解到袭击他们的武装人员 是一伙名为631的部队 本来是派来营救幸存者的军队 但却跟着幸存者一起被抛弃在这 由于迟迟等不到救援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导致他们都变成了无恶不作的风景 也是在那个时候 阿珍一家人逃离了631的营地 虽然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四年 但他们从未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因此每天爷爷都会利用无限电 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 祈祷有人会来救他们 而现在阿伟的到来 无疑是离开这里最好的机会 于是阿珍决定加入阿伟的队伍 去找回卡车跟着他一起离开这里 但由于白天行动太危险 所以他们只能等到晚上行动 而在另一边 631部队已经把卡车开回了基地 还发现了躲在车厢里的阿强 这些人果然是一群疯子 娱乐的项目也是相当变态 他们用喷漆把抓回来的 幸存者身上喷上树子 然后放进一个搏斗场 让他们和丧尸进行决斗 能不能活下去 就看你的命够不够大 阿强还算幸运 在第一轮游戏中成功存活 但在另一边 一个基地里的瘸子 却发现了卡车里的现金 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 基地的负责人丧彪 丧彪来到车厢一看 还发现了阿伟他们用来 联系黑帮的卫星电话 正好打过来的电话 也被丧彪接到 不过黑帮的人却表示 不管是谁 只要把卡车里面的钱 带到马楼 不仅可以带他安全离开韩国 还能分到一半的佣金 丧彪听后立马两眼放光 决定等天黑的时候 避开其他人悄悄行动 毕竟基地里的人太多 不可能全部离开 特别是那个杀人如麻的安保队长 要是让他知道 肯定没有他们两个的份 而此时阿伟一行员也准备就绪 可能是出于愧疚 在行动之前 阿伟跟阿珍说出了真相 告诉他自己就是 曾经那个没有救他们的司机 可阿珍听完后却一笑而过 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 选择自保也在情理之中 更何况他们并不是 唯一一辆巨赛的车子 听了阿珍的一番话 阿伟顿时羞愧难当 他在心里暗自发誓 一定要带着这一家人安全离开 很快夜幕降临 一行五人也开始了行动 可来到目的地才知道 卡车已经被631的人开子 于是阿珍决定让女孩 带着妹妹和爷爷在原地里 他和阿伟则潜入631基地寻找卡车 通过一个秘密通道 两人顺利来到基地内部 也发现了那辆卡车 里面的现金还在 但却没有找到卫星电话 就在这时瘸子也来到这里 刚好被阿珍当场挟持 从他的口中 两人得知了卫星电话在丧彪的手中 还得知了阿强并没有死 于是阿伟打算去救 不料他前脚刚走 丧彪就赶到了这里 阿珍用瘸子威胁丧彪交出卫星电话 谁知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 直接掏出手枪朝阿珍开枪 丧彪想趁机开溜 但很快就被阿珍开着卡车撞到 拿到卫星电话后 阿珍并没有痛下杀手 这也为后面陷入危险埋下隐患 而在另一边 在安保队长的带领下 631的大部队还沉清在变态游戏中 阿强被再次放入搏斗场 眼看一只丧尸扑过来 关键时刻一声枪响 原来是阿伟杀进了搏斗场 解决几只丧尸后 他成功救下了阿强 但想要离开这里并不简单 于是阿伟心生一计 首先在搏斗场中封一颗烟 这样不仅能让两人完美隐藏 又能封住丧尸的视线 接着再掏出一根信号弹朝门口射去 把搏斗场里的丧尸全部引出去 趁着631的人和丧尸缠斗的间隙 阿伟赶紧带着阿强杀出去 可他们的人实在太多 两人很快陷入苦战 混乱中阿伟还被几只丧尸袭击 手中的武器也掉落 好不容易摆脱丧尸 631的大部队也步步紧逼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阿强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 无起勇气捡起地上的武器 一梭子击倒了几名631的人 可就在他将武器扔给阿伟时 队长突然躲在暗处击中了他 亲眼看着阿强死在自己的面前 阿伟已经失去理智 直接冲出来跟631的人正面硬钢 可就在这时 队长又准备搞偷袭 成功将阿伟救了下来 两人直接撞开营地的大门 朝外面逃去 不料刚刚的枪声也吸引了大量丧尸 卡车开出去没多久 就被成群的丧尸逼挺 两人只能拼死抵抗 但奈何丧尸的数量太多 千军一发之际 一束强光突然照了过来 原来是大女儿来接应他们来了 丧尸纷纷被大灯吸引 女孩一个完美倒车为两人开路 阿珍趁机一脚地板油跟上 爷爷配合女孩点燃烟花 设向另外一条街道 就这样成功把丧尸引开 几人总算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可还没高兴太久 天空中突然出现无数照明弹 半个城市瞬间犹如白昼 没错 是631的人追了上来 一场末日之下的速度与激情再度上演 一辆车子冲上来不停地撞向卡车 女孩健壮立马手脚并用 直接一个急刹车 将对方死死夹在中间 突然前方出现一片废墟 阿珍赶紧一脚急刹 女孩趁机撞向对方 成功利用废墟将其解决 失去一名小弟的队长气急败坏 立马命令队伍中的老司机先解决掉女孩 很快女孩的车就被盯上 他本想来个急转弯将其甩掉 可没想到对方的车机也不赖 果然是个老司机 女孩又开下天桥 但依然被他死追着不放 看来这次遇到对手了 不过女孩并没有慌张 他用夜视镜观察四周 发现前方巷子里有一大批丧尸 于是心生一计 一个潇洒的飘移外加打开大灯 成功引起了丧尸的注意 紧随而来的六三一躲闪不及 瞬间被狮群淹没 而此时的阿珍两人 也被大部队死缠着不放 女孩及时赶来与他们会合 可六三一的人 却打开改装过后的车顶大灯 把附近的丧尸都引过来 双方人在狮群中 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过程中六三一的人损失惨重 突然前方出现一座高架桥 上面的丧尸被强光吸引 向下饺子一样 纷纷从高处一跃而下 阿珍利用掉落的试取 再次放倒对方两辆车 此时他们已经到达了码头附近 然而剩下的队长却依旧紧追不舍 看着前方的人行天桥 阿伟突然想到来的时候 发现里面堆满了丧尸 于是果断对着天桥上的玻璃射击 里面的丧尸如潮水般涌出 紧随而来的队长来不及 刹车直接冲上去 一瞬间就被密密麻麻的士群淹没 摆脱掉六三一的追击后 他们也顺利到达了码头 阿伟赶紧接过队讲机联系黑帮的人 可突然一辆车子从侧面高速驶来 静止撞上了女孩的车子 原来是丧彪 他挟持了女孩 两人只能放下武器 妹妹见状 立刻操控遥控车吸引丧彪的注意 女孩趁机逃脱 但丧彪却将枪口对准了妹妹 情急之下 爷爷为妹妹挡下了子弹 阿伸本想捡起地上的枪反击 也被一枪打中大楼 丧彪趁机坐上卡车 一脚油门开向了接应的轮船 此时天已大量 附近的丧尸开始蠢蠢欲动 丧彪顺利将卡车开到船舱 里面的黑帮人员早已等候多时 然而丧彪怎么都不会想到 这群人也是一帮十恶不赦的疯人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分钱 只见为首的男人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手枪朝丧彪顺利 奄奄一息的丧彪很不甘心 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挂上道挡 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这帮人一起垫背 随着卡车冲出船舱 外面的丧尸纷纷涌入 最终这帮人也死在了丧尸的口中 这一幕被远处的阿伟目睹 逃出去的希望瞬间破灭 而被枪击中的爷爷也停止了呼吸 就在这绝望而又悲伤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架运输机 阿珍瞬间意识到 是爷爷平时发出去的求救信号得到了回应 他立刻叫阿伟带着孩子们先跑 女孩点燃烟花摄像空中 成功让运输机发现了他们的位置 但同时附近的丧尸也蜂拥而来 一瘸一拐的阿珍跑在后面 开枪掩护三人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登上飞机 于是为了给阿伟和孩子争取逃走的时间 阿珍义无反顾地坐上一辆卡车 暗响喇叭吸引失去 三人顺利来到接应点 两个孩子哭着请求飞行员 让他再等一等 阿珍看着飞机迟迟未开 为了让他们死心 便将枪口对准自己 阿伟看到这一幕 又想起自己曾经抛弃过他们的画面 他不想再次活在愧疚中 于是拿着武器就冲了过去 为了家人 阿珍决定再拼一把 在阿伟的帮助下 他成功扑破重围 阿伟甩出一颗烟雾弹封住丧尸的视野 接着再打开两侧的车门 挡住了丧尸的追击 最终一行人成功登上运输机 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地方 而阿伟和阿珍也过上了没羞没骚的生活